很多人说学博很难 我学不会 我听经我就要睡觉 台长告诉你们 其实佛陀在2500年 给我们的教育 就是要我们人成及博成 好好的做人 你就是人间菩萨 所以台长今天用佛法的哲学 来告诉大家 学博人应该有四个 不应该去做的事情 第一 不要自视轻狗 记住了 成熟的脉税 总是谦虚的低下的头 而那些 腹中无物 既干又瘪的鼻子 却总是锋芒毕露 趾高气扬 天外有天 山外有人 谦卑 那是一种态度 更是一种人的修养啊 第二 不要盲目的去承诺 言必信 行必果 种下行动 你就会收获习惯 种下习惯 你就会收获性格 种下性格 你就会收获命运 所以很多人一生一个坏习惯 就让你一辈子得不到解脱 很多人到六七十岁了 别人劝他 他还是说 我就是这个样 我改不过来了 最后的结局 就是离婚 家庭破散 或者自己身体的衰败 所以 学博 要有好的习惯 人的一生成功 和失败 有时候 就是因为 你种下的行为 和种下的性格 来收获 你的命运 第三 做人 不要轻易地去求人家 把自己当别人的时候 你会减少痛苦和发怒 因为你觉得 别人会很痛苦 你就不会很痛苦 把别人当自己的时候 你会同情 不幸 理解别人的需要 把别人当别人的时候 你会尊重他的独立性 不去侵犯他人 就犹如 很多父母亲尊重孩子 孩子才会尊重父母一样 如果父母亲天天骂孩子 孩子 孩子非但不能接受你的善意 还会离你而走 所以 要懂得 把别人当别人 就是尊重别人 学会 把自己当自己 你就会珍惜自己快乐的人生 自己能解决的问题 自己能解决的问题 就不要把问题扔给别人 很多的人 一生靠别人活着 而很多的人 一生靠自己的智慧活着 好好地拥有智慧 那就要学会防止自己身上的贪嗔痴 如果我今天不贪 我不跟别人做冤家 不恨别人 我今天不去做任何愚痴的事情 那你已经是活在佛的心里了 第四 人 不要强加于人 人本是人 不必刻意地去做人 很多人活着很累 在外面一套 在家里一套 在公司一套 在朋友面前一套 永远要活着比别人辛苦 他很紧张 怕说错话 怕得罪人 怕给自己的缺点暴露给别人 所以他们做人 做得很辛苦 所以人不必刻意去做人 尽量 Nature就是要自然 所以学佛人 自然对别人真情 你就会做得非常的随缘 世界本是事 无需精心地去处事 所以真正善良的人 别人看得到 真正会做人的人 别人也看得出 所以学佛人 放下自己 用你一颗纯洁的心 去感动别人 别人一定会把你当成菩萨的 人分三个阶段 看山 是山 看谁 那是谁 这就是人之初 性本善 真心真情 我们小的时候 就是最有感情的时候 我们小的时候 是最能理解别人的 所以 妹妹 哥哥 伤痛了 我们会说 妈妈 哥哥弄破了 我们好难过呀 纯洁 妈妈 我做错事情了 我对不起 这是感觉 妈妈 我损坏东西了 我要拿我的压岁钱 出来赔 这些都是真正人的本性的纯洁 但是我们 人越活越大 越来越为自己了 这个时候 看山不是山 看水不是水 因为人到中年 看到很多人 都是在做人 都是虚假的 这个时候 你进入了虚幻世界 觉得这个人间 一切都是空的 和虚的 当你年纪大的时候 要离开这个世界了 你知道 看山还是山 看水还是水 这个时候 你才知道 反谱归真 回归自然 所以记住了 看清世界 看破红尘 看破放下